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龙 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三 来看今天的科技资讯吧 昨天是小米华为 今天董小姐又来抢头条了 因为传言已久的隔离手机二代真机 终于曝光了 不过话说小编到现在连一代都还没有见过呢 董小姐称隔离手机二代将会搭载 骁龙820处理器全金属机身 6英寸2K屏 此外董小姐还表示 该机的开机画面很美 好吧如果我还是宝宝的话 我真想说吓死宝宝了 隔离手机二曝光 看呆的不仅是我们 还有ZUK的BOSS长城 她在微博上表示 董阿姨怎么就这样走光光了 联想ZUK Z2啊 不是有言在先吗 不是有言在先吗 不是有钱在先吗 ZUI2.0活活被走光 啊啊啊啊 好吧后面的象征词 小编在这里就不为大家模仿了 今天早上中芯副总裁曾学忠 在自己的微博上曝光了 中芯新Axon天机 从图中来看 新机底部设计非常简洁 只有USB接口和麦克风 并且取消了固定螺丝 也就是说扬声器被做到了机身背部 那这样势必会影响手机的外放效果啊 而且没有螺丝 手机将依靠卡扣与胶水来固定 那对于售后维修以及品控 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不知道这一次 中芯会用什么黑科技 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360前天发布了新机N4 当时就有一大波牛仔 惊呼这下巴跟努比亚一毛一样啊 果然这确实惹来麻烦 这不努比亚正式向360发出律师函 认为360手机N4侵犯了努比亚的外观专利 不过目前360方面暂时还没有表态 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旁边的魅族做何感想呢 三星要针对中国推出Galaxy C系列 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现在又有一组三星内部培训资料曝光出来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C系列将会有C5和C7两个版本 分别为5.2和5.7英寸 打载骁龙6178核处理器 4G运存32G和64G两种容量版本 前置800万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 售价分别定在1599和1799元 且仅在线上销售 这样的价格和配置大家觉得对抗红蓝机有戏吗 HTC今年的新旗舰HTC10销量惨淡 但这依然没有阻止HTC继续推出新机 所以现在有网友又爆出了一款HTC Design 628 该机采用5英寸720P显示屏MT6753处理器 3G运存32G存储空间 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但电池只有2200mAh 至于价格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单看这配置也毫无欲望啊 经历又一款新机亮相工信部了 从正前照来看 新机采用了全金属机身 正面采用乐视经典的ID5边框设计 下把一颗实体Home键加两个小点的设计 配置方面采用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骁龙652处理器 4G运存32G存储空间 前置5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3130毫安时的电池 但是为什么我一看到背面 那个开口笑的logo总觉得怪怪的呢 近日有消息称联想将发布旗下第一款 Project Tango智能机 该机将配备先进的传感器芯片 支持景深摄像头 3D动作传感器等 不过其余的配置暂时没有曝光 据悉该机将于6月9日的 联想世界科技大会上正式亮相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了 当然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微信 搜索公众号VG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 维界博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